那么就是因为最近的豪雨跟地震天灾频传 下个月一号就要登场的大学指考 这星期将会成立跨单位的紧急应电小组 一旦遇到了豪雨 台风搅局将会开会决定是否要全部或是部分地区延后考试 光是一个美与风面就让台北市一周淹两次 南部地区也是灾情惨重 长台引进西南气流 加上周三清台泰利来搅局 台湾天气最近不稳定 两星期后就要大学指考 大考中心却还没拟定应电措施 考生们担心怎么放心准备考试 没有什么措施的话还是只能来 因为如果不来的话就总不能让我们等明年指考 如果又像前几天那样突然停班停课 或者是甚至停止考试的话 我觉得大部分的考生的心情都会受到影响 学生会担心不是没有原因 因为七月一号就是大学指考第一天 但是偏偏每年这个时候进入台风季节 要是有台风登陆或是大雨下不停 甚至出现淹水情况 到时候是否要全部或部分地区延后考试 目前没有应变原则 被痛批无视上万考生权益 也是希望就是能够一些有关当局 他们能够更快的给我们一些配套措施的一些想法 以过去敏都里台风我们处理的经验 只要有一个县市停班 那么就延后考试 那今后是不是还是以这个方式来做的话 我们要等照联会的决定 我们才能够做一个最后的决定 最近暴雨地震天灾频传 连学生办活动都会有备案了 有关全国考生未来的大学指考 只剩下两个星期 但是到现在都还不知道如何应变 难怪IP 中文新闻 郑宗坦荣一台北三文报道